Hello大家好,GChannel 2024年度現金分享計劃 今天起就會分批發放 至今個月31日會透過銀行轉賬或郵寄或線支票的兩種方式 順序向71萬多合資格的永久居民發放1萬元 以及向30850名非永久居民發放6000元 有拿開養老金的長者今天已經收到錢 有做銀行自動轉賬、退稅那些明天就會收到錢 現在分享今年計算已經賣入第17年 其實不少居民已經規劃好所有用途 多數都是幫助日常開支 例如交租、供樓、伙食費、醫療教育經費等等 有這1萬元有個好處就是減輕居民的負擔 雖然現金分享對不同家庭影響程度不同 但目的是為了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和幫助 現金分享措施的確可以改善家庭生活狀況 以及促進社會經濟穩定 例如一家四口都是永久居民 合共可以獲得4萬元 的確可以緩解他們的經濟壓力 令他們更有經濟自主權和選擇權 所以早前的榜上 經常有人鼓吹把現金分享變成消費券 這樣做其實改變了現金分享的社會功能 對港大市民和整體社會影響很大 不可行 現金分享計劃在2008年由市任行政長官何口華提出 目的是要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抗擊通脹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 2008年首次派錢 雷計發放17次到今年 發放金額亦有所提升 由當初永久居民發5千元 非永久發3千元 到今年2024年 永久居民每人發1萬元 非永久居民每人發6千元 17年來 永久居民現金分享合共有14萬4千元 非永久居民合共有8萬6千4百元 如果1家4口永久居民 17年來合共可以拿到57萬6千元 如果拿來買約床房子便宜的便宜 可能子女接收入餘raft 或供兩個子女在澳門讀大學 現金分享很重要 我沒有想 remembrance ix creators